边境重开的第一个周末 场地没有塞车 新山关卡附近的人潮也没有意料中多 然而根据前线实地观察 美食的号召力依旧难以抵挡 新山市区的一些餐饮店还是排启人龙 有些是新加坡客 也有的是刚回马来西亚的游子 很解放了 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 我看应该是很多人还是没有那个信心 要过来 可能因为那个Mind Strata App 对有些人有些不太熟悉还是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很开心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回家 想了今天是出来早吃吃了 就走走又再出去了 是没有打算去哪里的 这家咖喱鱼头店 早上九点就已经门庭若市 香农的咖喱配方 也掳获了许多新加坡人的魏美 1号开始 有逐步在增加那个顾客 因为是从新加坡开放了 然后都有那种 在疫情之间有来吃个常客 都有回来路继续都看到了 都有打招呼 我们顾客58%是新加坡人 58%是本地 我是新加坡做工的 这两边会煮稍微比较多一个 2-30%的食材 来预备应付这些顾客 杨顺安说 他们过去两年只起了约马币两块钱 虽然食材成本涨了至少五成 他们下来没有打算再起价 每个商家都起价 我们还是暂时保持 我们还是暂时保持 就是我们可以顶着就顶着 不可以顶着就没办法 尽量不要把这个价钱给消费者 相比之下 一些大型商场的人流量还是不见起色 福福明在市区有八间理发店 都开在商场里 因此感受最深 在尤其是City Square GBCC还有Casio City 其实顾客群大部分都是 70-90%都是新加坡人 这些外国游客 所以就变成 在那个期间相对的 人流量就直接是没有了 福福明告诉前线 单单在KSL商场就有大约50间理发店 受疫情影响 许多理发店只能惨淡经营 最后还陷入削架战 这个竞争可以说是新的一个竞争 其实大家也没有错 因为大家也是为了要生存 要生存 所以就在 其实就做了很多促销 比较廉价的价钱 去吸引一些本地的一些顾客 我们一路来都是走 中等到中上的路线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 其实我们适应不来 然后我们就可能 做一些新的策略吧 就用一些不一样的产品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促销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 就开始生意慢慢会有回转 疫情肆虐导致客源锐减 不少商家也被迫减少人手 陈顺龙经营的泰式按摩店 一度聘请了200位按摩师 现在已经减少到50位 目前算很不够 因为刚才有Google来 通常要等两个到三个小时的 等候时间 会有很多客户打来Book 然后他们也会很关心的说 会不会很多人 会有很多Booking之类的 虽然新加坡人并没有抢在 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涌入新山 但是那里的商家 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 终于等到黄天不复古新人 终于等到新加坡人 因为我们这边的生意 主要差不多70%是靠新加坡客户 苦净干来了 苦的过去了 甜的要来了 终于挨到了 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主要观望期 陆陆续续我们已经接了一些 很蛮多的询问 就是看到一些是加65 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些国际线 都蛮多陆续会有问我们 就是说 我们公司还有在那边吗 可是他们也不是说马上要进来 就很多顾客会选择说 可能会再haul一下 可能5月他们才会进来 开放了 我们对整个新山的商家都很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遇到那种 像以前那种自治新山的经济 然后也看得到 不像以前那种死产 然而旅游顾问也提醒 这种开放后的暴富性消费热潮 有利益也有弊 当然这个短期之内会带动经济 会带动就业 但是其实如果说 像特别是马来西亚当地本地人的话 如果没有直接受到这方面的 这种经济带动的 正面的利益的话 那他们就会有这种怨言 因为肯定的 你一带动经济的话 那物价就开始直接高涨 但是人民的生活 未必马上就能够带动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种 我们讲说就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吧 第一团肯定是要上到山上 他们的地方很凉爽 不到200元 北上云顶玩 你会心动吗